嗨,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画泰迪熊 首先我们要画出基本形状 脑袋的形状,身体的形状 脑袋的形状是一个比较圆的平行四边形 身体的形状像一个大大的U形 今天我画的时候,我让熊的身体稍微往右倾斜一点 所以我在中间画了一条倾斜的中轴线来帮助我确定位置 用椭圆形来画出它的两只脚 画的时候呢,左边的这只脚要向左倾斜 右边的脚要向右倾斜,成一个倒八字 注意两只脚要画的差不多一样大 画好了两只脚呢,我们接下来画耳朵 耳朵是两个半圆形 要注意这两个耳朵跟中轴线的关系 左边右边对称 下面我们画它嘴的这个大区域 有鼻子有嘴的这个区域 我们先画一个椭圆形 再在椭圆形呢 这个椭圆形基本上要站到三分之二的位置 然后上面稍微画一个小小的尖 用圆顺的线把这个尖连上 画成一个像夏威夷果一样的形状 我加深了一下中轴线,方便大家看清楚 这个时候我要画它的胳膊 画胳膊的时候呢,记得从脑袋和身体开始交叉的地方 我这个位置开始画 然后靠近肩膀的地方窄一点 靠近下面的地方宽一点 我先画了左边的胳膊,没有画右边的 是因为我想画两只小熊靠在一起 所以我现在开始画第二只小熊 这个画熊的时候呢 我因为想让它看起来 那个比第一只小熊稍微的小一点 所以它的头我画的差不多大 或者甚至更大一点 但是画的方式是一样的 也是要先画一个类似于平行的弯形 然后再把四个角修成圆的 耳朵呢也是半圆形 所以步骤基本上是一致的 用U形画出它的身体 这个身体可以稍微的更胖一点 注意它的身体呢 要向左边稍微倾斜一点 用椭圆形来画脚 左边往左倾斜,右边往右倾斜 成道八字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两只熊的大体的布局就画好了 大家要注意检查一下构图 看这两只熊在你的指的位置 站的位置怎么样 有没有画的太小 首先要注意这个布局 不要画的太小 现在我要画的是小熊的胳膊 然后它的胳膊也同样的是从脑袋和身体相连的部分开始画 肩膀窄下面宽 我现在画的是它的嘴的部分 大椭圆上面加圆顺的一个尖 这一次我画的时候它没有占到三分之二 它只占到二分之一 因为我想让这只小熊看起来更小一点 就是像熊宝宝 再靠近这个尖的两边画上两只小眼睛 鼻子呢用一个倒三角来画 先画上面是一个平的 然后让这个三角形的尖朝下 同样的步骤来画大熊的鼻子 注意鼻子的大小呢 是在这个椭圆形里面 大概要占到三分之一多一点点 让它的鼻子大一点 同样的在上面画两个小眼睛 记得离得近一点 看起来呆蒙可爱 小熊的嘴是三瓣嘴 所以鼻子底下先画一个短直线 然后左右两边画两个弧线 往上弯上的弧线 如果往下弯 我们的小熊就该不高兴了 所以让它往上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检查检查我们的形状 看看是不是该画的地方都画了没有 圆圆的地方有没有画圆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看我还有哪里没有画呢 我小熊的脚掌还没有画是吧 所以我要在它的脚里面 再画一个小一点的椭圆 跟一部分重叠 这个画的是它的脚底板 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它的脚摆在那儿 是有一个倾斜的角度的 所以我们只能看见它是斜着的脚底板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两个椭圆形的外面的这个边要重叠一部分 形状大体差不多了 就自己再检查检查看哪里的线 有没有不满意的 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 修改修改 比如说我这个熊的胳膊 我就觉得还不够满意 稍微擦掉一点 让它更好看更舒服 脚掌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在脚掌这个里头的椭圆上加脚趾头 然后熊的脚呢 分成三个脚趾头和一个脚垫子 是吧 所以我们画三个小椭圆当脚趾头 然后一个扁扁的椭圆当脚垫子 把脚掌呢一定要画好 鼻地要恰当啊 这个脚趾头呢 可以稍微的有一点点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离我们近的这个小脚趾头 可以稍微大一点 远的这个稍微小一点 中间的脚趾头稍微大一点 两边的脚趾头可以稍微小一点 现在我把这个熊的胳膊又重新的修了一下 让它更圆顺 我在耳朵里面加了一点点折线 然后感觉它的耳朵是有深度的 耳朵有厚度嘛 所以加一个折线 好 现在开始同样的步骤 画小熊的脚掌 一个椭圆 跟刚才的椭圆重叠 在里面加上三个小脚趾头和一个脚垫 这时候画右边 要注意方向 跟这个脚的倾斜方向一样 来画这个脚趾头和脚垫 这时候给熊的胸口 画上一组形状不一样的毛 用两个线 左边右边 让中间形成一个尖 那么如果愿意的话 还可以稍微的给它加上折线 让它变成一个毛绒绒的感觉 同样的步骤把小熊也画好 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描线了 描线的时候 我们要描线笔 圆顺的 流畅的把这个线画上来 所以如果你是用右手 像老师一样的话呢 就是从左往右 从上往下 这样的话呢 是最方便我们用笔的 我们铅笔的线呢 都是给我们描线的时候 做参考的 所以尽量画在我们铅笔的线上 如果说对形状有不满意 就在描线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 不满意的地方调整好 描线的时候 就尽量控制你的笔 画在我们铅笔的线上 如果有不小心画出来 那怎么办呢 就千万不要回笔 就是如果说已经画出来了 那就只能如此了 就下一次画的时候再注意 这一次呢 就先这么着吧 要不然的话 如果回笔了 就同样的位置 如果你画两条线呢 反而会把这个 画错的地方给强化了 会让别人更 看画的时候 更注意你画错的这个位置 反而对我们的画面效果更不利 所以不要回笔 我让这个大熊的胳膊呢 搂着这个小熊 你看我又换了铅笔 因为我发现刚才 我没有画这个部分 我让大熊的胳膊搂着小熊 让他的胳膊自然的搭在他的身上 同样是从脑袋和身体降胶的部分 开始画这个胳膊 现在开始画脚了 注意这个圆形 一定要画成圆顺的圆 不要在起笔和收笔的时候 画出一个交叉 如果这个圆太大了呢 可以分两笔画 先画一半 再画另外一半 对 如果说能一起笔画完呢 也可以 分两笔也可以 就是一定要注意起笔和收笔的位置 起笔和收笔都要轻 这样的话呢 笔会比较尖 不会说 画出一个顿来 轻就是说你起笔和收笔的时候 不要太实力 两个小眼睛 笔一字 倒三角形 短直线 嘴巴分三半 往上翘嘴角 好 脑袋画好 耳朵 耳朵里面加上遮线 现在开始画小熊的身体 把它描上 注意穿插关系 我让大熊的脚在前面 所以小熊的胳膊呢 就被挡住了一部分 有一部分小熊的手是不描出来的 我们描线前呢 自己一定要想好 哪些线是前面 哪些线是后面 这是小熊另外一边的胳膊 也是有穿插关系 脚在最前面 因为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是我们自己坐在那的话 是不是脚伸的最靠前 最往伸的最远 所以从前面看的话 可能就先看到我们的脚 脚挡住了一部分肚皮 还挡住了小熊的胳膊 这时候把毛也画上 我夹了一点点线 像在肚皮上的这个线 小熊的基本形状 我们已经描完了 下一个视频呢 我们会涂颜色 在肚皮上乱的颜色 很明显